大家好,今早在松化有四组大集,跟大家看看第一组吧 第一组集是1000米直路,58秒71,时间正常,最高分会是一档的帝豪复升 马会还未有旁术,所以大家辛苦点了,要听个call马 这个是转数高,马会菜衣,50号帝豪宝,也是审集成马房 这个是201,闪电电话,好像很冷,还有竞进天嬌 又是审集成马房,好像下雪,下雨,好像雪 应该真的很冷,帝豪复升入了杂 应该下雪,不是开玩笑,很少看到下雪示杂 好,闪电电话进入杂 最后入杂的就是帝豪宝宝 五只马士,最高分帝豪复升,109分 好,准备起步 好,一起步的时候很齐,闪电电话比较快 旁边的这只,敬进天嬌也不慢 内乱最高分的帝豪复升,现在好像领先了 反而现在第三位会是一只闪电电马 第四位,寸数高,长途马来的 包在内,帝豪宝宝,大外档最近镜 现在领先的一个马位,这只是竞进天嬌 内乱帝豪复升,一个屁股有点白白的 第三位,闪电电马 第四位,是最近镜头的帝豪宝 第五,包在内,长途马,转数高 头马接比马,三个马位 见到接合点,四百米左右 竞进天嬌,领先一个马位 第二位,是帝豪复升,第三位 松着松着被他走的闪电电马 第四位,是帝豪宝,上次跑到第四名 第五位,转数高,79分 开始有点微利,但不肯走 见到竞进天嬌在前面,领先半个马位 第一,内乱,伏低,开始 叫他加速,就是帝豪复升 都追上去,但都是落后半个马位 外面的帝豪宝,骑到去很肯走 反而闪电电马,好像安尚人想收停的马 不知道是不是有事了 转数高,也准备赶过他 真的好像拉停,挨后的身拉停的马 小心点,但试习试得不错 8.75,是不知这个终点之后 就是这样,竞进天嬌和帝豪复升 两只马都9分水准,帝豪复升 这个分没什么好处 竞进天嬌82分,可以轻绑去欠位置 但是9分水准 看到帝豪宝宝也有9分水准 74分,可以欠位置1200,1400 现在不知为什么没有前速,但后追 很好走势 平分很有优势的马,58秒71 好,看完第一组,看第二组 第二组集,59秒82,时间慢一点 看到负船巨星,财来友方,黄金十年 52分马,最低分是39分的爱凡达 进入了集,一档的负船巨星 52分的rock and pop 希斯马房,正时机进入集 第二档,财来友方 开心日子 333号 216号,就是黄金十年 6个马仕 可以返达最后入集的 时间偏慢的组集 准备起步 落着雪,很少见 准备起步 一起步,慢一点点是财来友方 和黄金十年的 内乱的库存巨星比较快 追上来了,这只黄金十年 开心日子的长途马 包着落尾是正时机 最近镜头的就是爱凡达 最低分马 弹了弹了,财来友方 好像很想走 挨后身拉住 库存巨星领先马位 在他后面 在他旁边,财来友方 拉不住 第三位,就是黄金十年 216号 又是希斯马房的马 开心日子 外面就是,在中间 两只马之间,就是正时机 外面是爱凡达的 头马尖马尸马尸 拉住,都飙上来 这只财来友方 是帝国王马尸马 PPG 裏面是库存巨星 第三位,要松转 不如走黄金十年 第四位,就是中距离马 这只是开心日子 包尾两只 正时机和爱凡达 没什么走势 这只财来友方 一扑下 就已经飙掉了 第二三位 黄金十年 骑下来有反应 库存巨星里面 一般的,开心日子 轻松追上来 第四 第五是爱凡达 第六 包尾是正时机 这两只不给了评分 开心日子给8.75 副全巨星和黄金十年 看上去好像黄金十年 来得好一点 帝国王马尸马 好,听到如势 财来友方 真的有势 开心日子 是中长距离马 都肯追上来 也算不错 这两只PPG 新一点 可以好一点 看完两组集 看下第三组 第三组集 四十六秒七四 有一只明星马 速递奇兵 有新马 第一次试 例如这只一档的神之水滴 Mossman仔 好丑好赛团体 应该都是短途马 希望它们穿得够暖 好冷 这组集 好像有几只都是马会彩衣 这只包装大奖 好像是Karaqa 还是 纽西兰 泡马会最贵的 当年 前年 还是去年 好像 好型格的马 这只应该是七档的街运才 262 红富之王 这只宝贝仪 在镜头前面 因为几多马会彩衣 组递奇兵 黎以令 还有一只街力宝 好 尽量召唤 我都很怕马会彩衣的组别 加力宝 准备开上去 800米闸来的 时间只是正常 几多马都是第一次试 特别是包装大奖 留意它的进度 这只马应该挺好马 好准备起步 慢一点 会是神之水敌 前面比较快一点 加力宝 速帝奇兵 竟然不慢 准备起头 包装大奖 也追上去 外面就是佳运才 以及 红富之王 首尾四五位 宝贝仪 包装乐美 神之水敌 前面看到速帝奇兵 轻松 领先了 在旁边 就是比住比住走的 包装大奖 加力宝第三 第四位 佳运才 第五位 红富之王 长江城定住 就是宝贝仪 神之水敌 全掉了 到最终的 大概200米 看到速帝奇兵 拍着包装大奖 好像很快 接着看到 这只佳运才 骑下去也不多 以及红富之王 也不多 宝贝仪 反而是马飞 所以追上来 不差的 到中点了 看到速帝奇兵 66分 对着52分 没跑过 这只是包装大奖 鱼西不错 骑下去也肯走 算是 看到一只 宝贝仪 鱼西很好 另外两只新马 还未成功 后面的神之水敌 加力宝 都未够水准 包装大奖 8.75 初起可以好很多 宝贝仪 我想给9分 我给不到9.25 上班始终 难些 要进步才可以 但是这只马 现在开了 千二都应该可以 转弯路程都应该可以 看到速帝奇兵很轻松 回来 9分水准 给不到9.25 66分 应该没有阻力 看下去 看到佳运财 和鸿腐之王 两只马都不给 平分 因为骑下去 不算特别 很肯走 神之水滴 还未够力水 加力宝 还未够力水 不给平分 好了 看完三组 第四组 是1600米集 1分43秒77 很可怕的慢时间 非常可怕 快翼线 最高分84分 现在入集 天爱天 76分 还有威梓晶 三档 生生福运 42分 非常非常慢时间 比平时的单挑 很恐怖 这货集 尽管它们试成如何 只有四只马尸 可以让我练习一下 如何找到一个 召唤码的 披绳 因为我平时说话 都是两码一块 脑转得比刮口 我都明白 所以大家 辛苦大家了 去听一下我如何召唤 这一组集 只有四只马尸 准备起步 1600米 一起步 都挺齐的 外面 第三档 最低分的威梓晶 反而领先了 新生福运 看见不太对路 想留住少少 快益线 不会放 留住 在头马 放头马的威梓晶 后面 第二位二叠位置 内蓝就是天外天 都约束着 慢慢慢慢地跑 反而现在的新生福运 脱去了两个多马位 好像没有参与到 只是好像试集 越脱越开 开了四个五个马位 前面 撒开大步 领先的是威梓晶 二叠入 快益线 最高分的马 好似想充住充住 不如走 伸着脚 都想跑 天外天 内蓝第三位 三个马位之后 生生福运 头马至尾马 六个马位 大概 大概 八百米路程 左右 威晶晶 他怕放得太快 看一看下面 这么有趣 外面 就见到 快益线 第三位仍然是天外天 三个马位之后 都顶得挺辛苦 生生福运 但很慢步速 都脱得这么开 好 大概有五百米路程 左右 威晶晶最低分的马 前面领先了 拉住 都轻松上来 班底高 快益线 那些步子很开 第三位天外天 鬆着鬆着鬆着 好像不太好走 生生福运 仍然包尾 头马至尾马 距离缩短了少少 威晶晶 仍然是定住 外面 花芬姜 就是快益线 里面那只马 好像未看得到 好了 现在移进去 看不看得到 天有天 好像也不够够 按住上来是生生福运 Lope de Vega 最高分的马 快益线按住都过 威晶晶很合理 天外天 里面的内蓝 好像不够够 鬆着鬆着 让他走 生生福运 追上来近一点 这组集 很难给予评分 天外天 虽然在内蓝捐上来 但好像一直都没什么位置 生生福运 虽然脱得开 但是轻松 快益线 完全没什么看得到 但是如势不算很强 我这样 这组马全部给8.75 再出都是拖脚 全部都只是拖脚 生生福运 好像进步了少少 但是很明显 已经是 他特意过来试 2,600米 可能真的 这就是大长途马 始终下线是Galileo 不排除他之后 会跑长一点 1,800 2,000 减乏2分更加好 但是这部门试得不差 4,7马试得不差 但是快益线这部 开很多 始终你高班 8.75 4只都是给8.75 好了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